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肖战被港媒称为顶流中的顶流,真正的流量之王,不加限定。 一向已敢说博人眼球的港媒为了报道肖战, 曾经被逼无奈创造出了顶流中的顶流这一称号。 有人评论说自从肖战被称呼为顶流之后,内娱便人人争当顶流。 自封顶流,人均顶流。 最后把顶流的含金量搞成平顶山顶流后, 港媒为了不侮辱自己的审美为了区分真顶流和水顶流。 不得不为他们心中的真正的顶流肖战创造出了顶流中的顶流这一称号。 再将此中尴尬延伸到商业圈,品牌为了区分真顶流与假顶流。 也不得不为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具有不可替代价值的肖战创造出了超顶流超一线的称号。 顶流本来是一个很唯一的词汇,就是指流量最高的那个人, 但是,随着现在顶流越来越多。 在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顶流的现在,肖战就被推到了断层顶流和超顶流的位置。 目前的状况就是,说到顶流大家有很多个猜想, 说到断层,大家就指向了一个人,那就是肖战。 有人问,肖战之前有断层顶流的说法吗? 网友们普遍认为,在他之前基本无人能达到断层的水平。 肖战也被称为被去掉的最高分, 放风筝的那位拉窗帘的那一位, 带在天花板上的那一位。 人物杂志称肖战,打败全品类明星所有封面记录, 财经网称他与品牌方联姻演变为社交货币, 攻占论场高地。 他被广大网友戏称为榜一好大哥行走的流量流量之王。 正如喜欢的网友评论的那样, 外界加诸于他身上的所有名号也知体现, 外界对他的部分认知而已。 肖战真正的顶体现在方方面面。 影视价值,商业价值,时尚价值, 从作品到人品,从星光到实际。 肖战是无可挑剔的六边形战士。 肖战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的全方位的顶。 不顾不自封,不自我设限, 肖战的每一步踏踏实实,却又惊喜不断。 低调的做人,高调的做事。 温文尔雅的外貌下有着决绝的狠近, 这就是肖战的迷人之处,无人能及。 肖战是就是真正的流量之王,不加限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